第四位 第四位 我与柳娘子 拼话拼得好好的 你突然冒出来 破坏气氛 谁错了 先生 我夫君不是无用之人 他既然想重蹬家业 为什么不和你一起来呀 先生您误会了 我夫君他 他只是 可是来迟了一步 在下催酒 还望先生妙手相助 圆了我夫人的心愿 柳娘子们 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与柳娘子 拼话拼得好好的 你突然冒出来 破坏气氛 是错了 我部署好了一切 放他去找陆文 你带他上华 要不是我出现 就以他的性子 明日 后日 日日都得来 我怎么抓陆文 那是你的事 又会有什么干系 你就是故意的 我是个郎中 医者人心 我见不得自己的病人 被人利用了 最后还落不得好下场 下不为例 我凭什么听 我就为例 我日日为例 我气死你 你日后不要再去见 那个姓赵的 你我既是夫妻 他就应该守本分 找什么借口 带你去见他华师 差点坏了我 差点坏了我的规矩 你也一样 是我考虑不周 一心就想着铺子的事 让夫君误会了 好在夫君前来 恨比居士最终松了口 只收了我们一幅画的价钱 吃醋了 没有 就是没有 夫君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你干吗这么问 最近总感觉夫君的心情 起起落落的 一会儿笑 一会儿皱眉 又总是欲言又止 好像受了谁欺负 满肚子委屈 又无人诉说一般 夫人想多了 我知道 夫君心里藏着事儿 你不想说 我也不会强求 我只相信有一日 你我可以坦诚相待 夫君可以相信我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关 我都会全心全意地陪在你身边 只要我们夫妻一提 就一定能度过 多谢